杨过之子为何叫这个名字 锦庸把杨过小龙女的名字连起来读 众所周知 锦庸对人物取名相当考究 拿天龙八部来说 乔峰的乔友乔庄之意 暗示乔峰的身世另有玄机 而乔峰的峰能和萧远山的山串联在一起 既表明了乔峰和萧远山的父子关系 又暗示了乔峰的武功出神入化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慕容伯的伯相征慕容伯 伯烂天下武学秘籍 能及百家之长 这才有了乙笔之道环氏笔身的美誉 而慕容伯的副责代表光复燕国 还能和王宇燕的燕合成为复燕 射雕三部曲的人名同样非常讲究 秦庸以靖康之时 创出了郭靖杨康两个人名 到了神雕时代 秦庸以有过改之为杨康之子 创出了杨过之名 此外 王荣的荣能和郭福的符合成为复龙 暗示母女俩都有清国清城之貌 既然如此 杨过之子的名字又叫做什么呢 其实 只要把杨过小龙女的名字连起来读 就能发现蛛丝马迹了 杨过姓杨 杨过之子必然也姓杨 而杨过的过除了知错能改的意思之外 还有另一层含义 我们知道 金庸博古通经 尤其对中国古书烂属于胸 他通过周易这本古书作为灵感的来源 创出了降龙十八掌这门武功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杨过的过也和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原来在周易里 有大过挂的说法 何为大过挂 大过挂的代号为三十六 由上则下目水漫过树 枯杨树开花老夫得少夫的寓意 看到这里 就能理解金庸为何要让杨过 胡等小龙女十六年了 原来三十六暗指杨过三十六岁 而枯杨树开花指的就是杨过绝处逢生 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三十六岁的杨过 万念俱灰之下 纵身跳下了悬崖 而大难不死 还在绝情谷谷底和四十岁的小龙女相遇 此外 周易还解释了大过挂中过的意思 极水漫过树 阳气过盛而破败之下 也就是说 过四有破之意 再看小龙女的龙 龙在周易里象征天 而杨过和小龙女的名字 合起来读的含义就是破天 杨过之子应叫做杨破天 凑巧的是 在连载版以天普隆记里 明教第三十三代教主不是别人 正是明洞江湖的杨过之子杨破天 看到这里 相信有的读者会问了 明教第三十三代教主不是杨顶天吗 没错 不知出于何种缘故 或许是为了掐断 明教教主和杨过小龙女的关系 金庸在随后的三连版新修版里 将杨破天删除殆尽 用了一个杨顶天取而代之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能窥见金庸的初衷 他显然是想去写神雕侠侣 讲述杨过之子杨破天的江湖故事 可能由于杨夫人和成坤私会的剧情 太过于狗血 毕竟杨过的妻子小龙女 已经让尹志平气辱了一次 杨过之子再次遭遇类似的事情 未免让人觉得太过于巧合 金庸思虑再三 这才将杨破天改为了杨顶天 读者们有机会去读一读连载版的 《倚天屠龙记》 就知道笔者所言非虚了